长江基建01038主力发展,投资及经营基建业务,包括电网,水务,工器,废物综合管理,交通运输等,业务遍布英国,澳纽,加拿大,欧洲,以及内地和香港。 此外,集团亦持有近36%的电能实业,电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业务遍布中,英、澳、纽、美、加、泰等国家,服务于千万客户,集团业务基本上是人民必需品,因此业务极其稳定,少有大喜大乐,2021年恒指跌14%, 然而集团能逆市升19%,可见资金被险时倾向泊在稳赠股份,加息周期来临或会引致市况波动下,长江基建此类防守性极强股份,或继续受市场青来,英伦银行本着行选增解纳,加息我行先,在最新一次以息调高利率0.25厘至0.5厘, 更至2004年后首次连续两次以息会议加息,其货币政策委员会以5票赞成对4票反对加息0.25厘, 反对者并非反对加息,而是想加息0.5厘至0.75厘,内部超英未浓,该会更一致决定开始缩表, 减持英国国债和投资级别非金融企业英镑债券,更尋求最快在明年底沽清前述企债, 联储局最快在3月启动加息,欧央行亦不再表示加息不可能,可见全球将报入加息周期。 然而,今次环球通胀主因来自供应链断裂,而非经济过热,全球经济仍在疫情中复苏, 但联储局及英伦银行为应对高居不下的通胀, 毅然下重药准备加息缩表并行,未必是好事,因此业务稳定的长江基建随时再跑出。 此外,长见近年逐步增加派息,由2012财年全年每股合共派1.66元, 至2020财年全年每股合共派2.47元。 增加派息从未间断,现时集团股息率若5厘, 在憧憬资金流入及派息吸引下,可视为苦年历事股之一,目标价57元, 指舍位45元。